我当时帮了一条微博 就说这些短基因大米还没有上市 所以我没有机会吃到 然后是华中农大的人看到这条微博以后来跟我联系 所以愿意送一些短基因大米给我吃 然后在11年5月初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短基因大米 它是通过那个文件文律师取交的 寄到彭利斯的律师事务所那里去了 然后吃了以后就发了一条微博 说吃到了短基因大米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些网友说 他们也希望能够吃到 那个华中农大他当时送了不少的短基因大米 到彭利斯那里 所以彭利斯就今天没来说 彭利斯就说 现在我们可以搞一次网友的短基因大米的品尝会 所以就在2011年5月23日这一天在北京 开了全国第一次短基因大米的品尝会 总共有30个人参加 当时也找了几个记者 可能那些记者都不敢吃 然后从1.5月份到现在 在今天之前 已经搞到有 全国各地已经搞到有80多场的短基因大米的品尝会 在今天呢 有20多场 所以这加起来已经有100多场了 一百上百场了 那么我一直在说这个短基因大米的品尝会 是一种特殊的科普形式 那么搞了这么多场的科普活动以后 效果究竟怎么样 我们要评价一个效果 可以从两方面来评价 一个呢 是看对手的反应 在一开始搞短基因大米品尝会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人来骂 就个别的可能在网上骂 但是随着我们搞的这个品尝会 越来越多声势 越来越好大 那些反短控制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 来攻击这个短基因大米品尝会 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支持短基因的那些卧底派 也在攻击我们这个短基因大米的品尝会 说我们这是一个非法的活动 比如像银无心啊等等 他们就在说 还有呢像崔永延最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我说要把这些吃短基因大米的都给埋了嘛 所以从对手的这个反应 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是很有效果的 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 他们不会这么气急败坏 然后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个活动的效果 那就是权力部门的反应 一开始的话 因为这是纯民间的一个活动 那些管理部门 权力部门 监控部门 他们根本不把这当回事 那这现在把这当回事了 因为现在最近那个重庆要一起搞这个短基因大米品尝会的时候 不是被叫去喝茶了嘛 然后不准他们主办 把那个大米给没收了 把这个活动的衬衫也给强购了 不卖给他们还不行 然后还禁止他们 他们说本来要去参加 既然重新主办不了 到成都去参加 结果还劝他们说 自愿不要到成都去参加 然后这样的消息 我就发了几条微博 在搜谷上发了几条微博 结果呢 就被那个负责微博监控的政府部门直接下令 把有关这件事呢 微博当时在搜谷上有几十条 都给删了 我被删了 总共有四条微博 其中三条呢是批评重庆的做法的 重庆柳关部门的做法的 有一条跟这没有关系 是在讲说 今天做这个 搞这个转基因品堂会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见别的工作 不要让那些反转混进来 结果他们把这条也删了 但是那个 这个部门 监管微博这个部门 发给搜谷呢 那个寒的时候说的是 为什么要删呢 而且把我禁连了四十八小时 要删的时候呢 说了 说是炒作转基因 发社情微博 所以呢 这个活动现在已经是影响到了 就已经影响力已经大到了 那甚至连这些监管部分都觉得 压力干预了 必不拉 这实际上 也就比如我们这个效果 效果其实还是蛮好的 如果说只是 呃 民间这么管理管 政府根本不管你 哦 但你自生自灭 说完我们其实呢 根本就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么从这件事 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现在做这种科普的工作 其实呢 阻力还是很大的 我以前说过 你在中国做科普的话 甚至有时候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是要冒着流血的 呃 危险的 那么在转基因这个事件上 就表现得 呃 特别的明显 然后 我做这些转基因的 呃 这种科普 不仅呢 要呃 呃 呃承受那些愚昧的人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 不只是说这种 语言的攻击 包括采取的这种暴力的袭击 而且呢 还要受到呃 某一些监管会 顾问的特别的关注 进行阻挠 所以阻力呃 是很大 但是 正因为阻力大 所以更需要 有更多的人 都站出来 来从事呃 这一项的工作 我们做一件事情 如果是大部分人都支持的 都赞同的 那么就没有去做他的这种太多的必要 只有说当做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都在反对 都在攻击的时候 那才更有必要 站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刻 来做这个科普的活动 其实本身呢 也是在展示一种科学的力量 就是不怕 无所畏惧 我们不怕那些反科学的 搞伪科学的人的攻击 也不怕有所谓的那些 监管部门的特别的关注 你只要有这种科学的信念的话 那是可以 无所畏惧的 根本不用担心这 其他的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这也是比较 在中国当下 比较可悲的一件事情 就本来你是做科研的 本来你是做科普的 但是往往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涨 像转基因的大米 今天我们要品尝的转基因大米 本来已经是获得安全证书了 而且获得安全证书的过程 是非常的半成 跟国际上相比 是很漫长的 是很艰难的 好不容易获得了 他又无借通过那个 种子品种审批 而且呢 不找理由 就是拖人不半 一直拖到今天 安全证书到期了 那么 这个呢 如果说再过程 今天搞这个时间去了 再过十几二十几年 或者再过一百年来 回头再来看的话 这只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超级而已 所以呢 大家不用说 对这件事情 好像 我看到有一些人觉得 好像这是在吃最后一餐 这不是吃最后一餐 以后大家要吃的话 还是能够吃到 当然我们要 我一直在说 我们要创造条件 让我们 有机会 有可能 我们能够天天吃到 我们想要吃的转基因大米 我们不是强迫谁来吃 而是厌力吃的人 都可以吃到 而不是说像 隔一段时间再来品尝一下 而且现在已经是搞得 连地主间都没米了 跟华中龙大县 那个 转基因大米 都不够用了 所以我们要创造条件 还一直在说 要创造条件 让能够 或者让厌力吃转基因大米的人 能够吃到 转基因大米 让厌力吃转基因食品的人 也能够天天吃到 转基因的食品 而且呢 我们还要创造条件 让科学的问题 就完全看科学的证据 由科学家来决定 而不要受其他因素的阻挠 而科学的发展 也是阻挠不了的 历史最终会站在科学这一边